皇上还说了 这太后啊 当了四十年的这个天下之母了 哎 这有点不讲理了 她不就是你妈妈 也不就怎么成了 全国人民的好妈妈了 这仔细一琢磨呀 哎 我格局小了 这皇上的意思啊 她还真不是说 她妈妈呀 是全国人民的好妈妈 天下母吗 那我顾问着 这里还得包括这个 法兰西 英格兰 还有美利剑吧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 咱们闲言手续呀 书归正传 今天呀 咱们就说说呀 这真皇过生日 那庞大的场面 以及她的儿子乾隆皇帝啊 给她献上了个无比珍贵的 必须用钱来衡量 可是又数不清 花了多少钱的贺礼 这孝圣献皇后 哎 咱们还是称呼她为真皇得了 这样啊 她说着不绕嘴 而且呢 大伙也都知道我说谁呢 这真皇的生日是哪天啊 她出生于呀 康熙三十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 也就是说呀 这十一月二十五 就是这皇太后的生日 那么这皇上儿子 给这皇太后过生日 这生日办的怎么样呢 哎 这青石稿里呀 她写的清楚 青石稿中有载 乾隆十六年六十寿 二十六年七十寿 三十六年八十寿 庆典呀 以赐加龙 您瞧 这上边她写的多清楚啊 就是说呀 从这乾隆十六年开始 每到这皇太后的整寿日啊 这庆典一次比一次隆重 咱们先说这太后圣典呀 大概的流程 然后啊 这细节呢 咱们一会再说 这太后庆典呀 叫什么呀 叫圣寿节 那皇上呢 皇上叫万寿节 这个娘娘呢 娘娘叫千秋节 这青石稿中所载呀 先妻日金寿里久久 先以上亲至诗文书画 次则如意佛像 福官增世金玉西相 玛瑙水晶 玻璃法郎 以顶细气 书画奇袖 毕薄花果 诸外国珍品 弥补俱备 太后为天下母 四十余年 国家全胜 亲见 增玄 前面这些好解释 反正都是天下其真呗 给这老太后的生日礼物 这呀 还是人家这个皇上家 自己的家人 给这老太后啊 准备的生日礼物 这皇上还说了 这太后啊 当了四十年的 这个天下之母了 诶 这有点不讲理了 她不就是你妈妈 也不就怎么成了 全国人民的好妈妈了 这仔细一琢磨呀 诶 我格局小了 这皇上的意思啊 她还真不是说 她妈妈呀 是全国人民的好妈妈 天下母吗 那我顾问着 这里还得包括 这个法兰西 英格兰 还有美利坚吧 咱们这老太后啊 想尽人间之祈福 能看见呀 自己的这个 增孙玄孙 这呀 在那个年代 这中国人的寿数 普遍偏短的时期呀 这老太后 算是高寿 想祈福的人了 太后生日这天呀 那热闹去了 在这寿康宫里呀 给太后过生日的 那没有外臣 哎 这个乾隆皇帝一家子 无非是这个 嫔妃们呀 跟着皇子们 再有呢 就是这个 晋知宗使们 哎 王爷们呀 带着福进来 总之啊 全是皇族晋知 就连这老太后的 娘亲人 想进到这个 寿康宫 想给太后啊 请个安科个寿头 那也是没门 那这些外臣们 想表达表达心意 怎么办呢 您呢 紫禁城三大殿 那边啊 是紫禁城的办公区 那些外臣呀 在那儿啊 到时候可以出入 在那儿啊 遥望着太后的寝宫 磕俩头 心里头默念着呀 老太后长寿百岁 也就完了 乾隆三十六年 这皇太后八十大寿啊 这会儿啊 这清朝宫廷画师 画了一幅画 记录下了这个 盛大空前的场面 这幅画它叫什么呀 叫重庆皇太后八寻万寿图 您现在呀 去这个寿康宫游览 这门口啊 立着一个大牌子 这牌子的底板呢 用的就是这幅图 您看这幅图上画的 这皇太后主位居中而坐 一旁自个儿的儿子 红历陪在身边 年长的皇子们啊 虽然穿的也是黄颜色 但是他并不是这个 鹅黄明黄 穿的呀是杏黄土黄色 分了两旁站在这桌前 年幼的皇子呢 在这个下边空场上嬉戏 两边啊 坐的呀是乾隆皇帝的嫔妃 再往外边站的这些女性们呀 那看样子 应该是王府里边都浮尽了 这禁之王公和伺候的太监呀 只能远远的站着 乾隆皇帝呢 为了给妈妈喝瘦啊 还命人铸造这个铜溜金的真容 无量寿佛造像 那什么叫真容造像啊 就是这佛像啊 他虽然是无量寿佛 但是这开脸啊 是按照这个孝圣皇后的模样 铸造的 太后六十整寿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啊 为了给妈妈祝寿 就把这西郊的西武改名为昆明湖 这湖边的旺山啊 改名为万寿山 并且呢 在万寿山上啊 给他的妈妈建了大报恩寺 有人说这个 颐和园我去过呀 我怎么没看见过呀 嗨 您看不见这些啊 那是因为这乾隆时期的这些建筑啊 都毁于战乱 英法联军来的时候啊 这三山五元毁坏的多了 您现在在看见的这颐和园呢 那是慈禧太后时期修的 不是还有那句话吗 动用了海军军费 再者了 在乾隆皇帝那会儿啊 那儿也不叫颐和园 那儿叫清一园 给母亲祝寿啊 不但这钱花扯了 并且在文化领域上 那乾隆皇帝还有一手呢 怎么着呀 他会做事啊 虽然乾隆爷这是啊 他不在二无言以上啊 他也不在二无言以下 但是呢 必定啊 这乾隆爷爷从小学的是格律 哎 人家做的诗 肯定比现代人做的要强得多 他写了不少啊 给妈妈喝寿的诗 其中有一首啊 是这么写的 抵食山庄 筑景长 荷花红硬 桂花香 亚平相色 都相敬 一算先硬 见寿康 您瞧没有 这乾隆皇帝宅好的呀 又是花啊 又是花 全送到寿康宫 给妈妈拜寿去 这我想啊 这乾隆皇帝 一定觉着这首诗啊 他挺雅致 可是我听起来就挺俗气的 这就完了吗 没有啊 那皇太后啊 八十整寿的时候 还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手笔 您现在要是去这紫禁城旁边的这个北海公园啊 您就能看见 在这个海子的西岸呢 您看啊 过了五龙亭 望前呢 什么极乐世界 这小西天啊 万佛楼啊 这都是乾隆皇帝给他的妈妈 庆贺八十大寿所建的建筑 只不过呢 这万佛楼啊 哎 可惜了 被一把人为的大火呀 哎 给烧成了灰烬 您现在要是去呀 只能看见遗址 您可看不见这个万佛楼了 学徒我呀 只能在这儿啊 给您介绍一下 这万佛楼当年是何等的雄伟 这万佛楼和其他的佛寺建筑 那可是不一样 它有三层 一个屹立在这个海子边上啊 三十多米高的旁人巨物 我在网络上啊 搜到一张照片 您可以看看 虽然啊 这个画质不是很清晰 但是啊 您完全能领略到 当年万佛楼的这个气势 这外表好看啊 还在其次 哎 主要的还是在里边 您知道这万佛楼啊 实际上它名不虚传 这里边啊 藏了两万多尊的佛像 那有人说 你藏八万尊有什么呀 那事都客气呗 要不然啊 拿那儿捏 更省事 哎呦喂 那您说的那是什么呀 那是荒山野庙 这可是皇家佛堂 那要脸的乾隆皇帝 给妈妈祝寿的佛堂 这两万余尊佛呀 那可是纯金的 一部分呢 是内务辅助造 另一部分呢 是封江大吏 文武百官 一起捐上来的 要说起来 这乾隆皇帝呢 还真行得出来 人家给你捐佛像啊 那是人家对这个主子的尊敬 可是呢 您呢 就别要求重量了 不解 这乾隆皇帝规定了 说这大佛像啊 得一百八十八两八钱 这小的 也不能低于这五十八两 并且呀 这里边还有隐喻 隐喻什么呀 这是八十大寿的含义 哎呀 好家伙子嘞 看样子呀 给皇上家当个官啊 也不得容易 我叫的呀 这帮封江大吏们 肯定没少 作牙花子 那后来这些佛像 哪儿去了呢 提起这事来呀 那我就生气 本来呢 咱们聊得好好的 这太后的圣寿啊 哎呀 说起这事来呀 哎呀 就不光啊 我一人生气 您听了也得去着 这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 那谁最鸡贼呀 日本人呢 这小鬼子呀 他早就啊 贼成这万佛楼了 日军指挥部啊 就坐在北海的万佛楼里 最后经过谈判啊 这大清国也赔了钱了 千字化了鸭 这别的列强啊 领着兵都走了 可这日本人呢 迟迟不走 为什么呀 往外倒腾万佛楼里的金子呢呗 等日本人走了呀 还别说楼里的金佛像了 据说呀 连铜溜金的 都被日本人运回国 改造了炮带 这个时候 正是日本 大走列强之路的时候 这些佛像运到日本以后啊 没落着好 都被化成了金镜 运到西方去买了枪炮武器 以及军舰 您想啊 这大清国啊 就是这么的没气说 那么甄嬛看了这些生日礼物之后 他高兴不高兴呢 哎 这皇太后啊 倒是没大惊大喜 看过之后啊 跟皇上说呀 哎 这个皇帝啊 这钱呢 还是要花在百姓身上 哎 由此可见的 这老太后 他也是明事里的人 那这么说这乾隆皇帝对这老太后呢 定是百依百顺 惹定不错了 哎 我跟您这么说吧 这钱呢 往妈妈身上 她是没少花 可您要说这百依百顺呢 这皇太后这点气啊 我看呢 还真不一定能够顺下去 明天啊 我就得跟您好好聊聊 这乾隆皇帝对自己妈妈刻薄的地方 我是天天爱之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准发 您的支持 是我明天继续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明儿见呗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